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7月14日 周一凌晨,万众瞩目的欧国杯决赛隆重上演 届时,西班牙和英格兰将会展开强强对话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实力分析 西班牙金界表现十分强势 他们前六场法定时间内斩获五胜一盒佳绩 而且,基间球数得失比达到12比3,堪称攻守兼备 其中,拉米尼耶玛和尼古拉斯威廉士联手刮起的青春风暴尤为猛烈 他们在前场的威胁性极大 绝对是对手后防线的噩梦 再加上丹尼奥默和洛迪学南迪斯在中场的串联和调度 西班牙攻击群金杖肯定能给英格兰后防线施加足够压力 至于英格兰方面 尽管金界赛事表现不及西班牙抢眼 但他们前六场比赛法定时间内均保持不败 而且多达五场能攻破对手大门 可见球队竞争力同样不容小觑 另外,英格兰从未染指过欧国杯锦标 加上他们上届赛事决赛 遗憾倒在12码大战中痛失冠军 金界有机会再度冲击桂冠 他们金杖肯定战役十足 领队对比 路易斯福安迪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能重用年轻球员 他给予一众年轻才俊足够机会 球队金界更是一路强势杀入决赛 另外,路易斯福安迪曾带领西班牙U19和U21夺得欧国杯冠军 今次能否带领西班牙夺冠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至于修夫基 虽然球迷对他的质疑声一直未停过 但他麾下的英格兰近年大赛成绩并不差 其中,最近二届欧国杯都能机身决赛 再者,修夫基金界赛事在换人方面往往都有神来之笔 是能力还是玄学不得而知 关键球员 拉米尼耶玛绝对是西班牙金界赛事的亮点 此次以贡献一球和三次主攻 是球队得以晋级决赛的主要功臣 另外,拉米尼耶玛赛事至今已16次创造机会 是西班牙队使第三位在单届欧国杯中做到这点的球员 他可谓前途无量 提到英格兰就肯定不得不提哈利卡尼 皆因此次是这支英格兰的射手王97场入66球 是球队进攻端的一大一仗 尽管今届赛事出段表现欠佳 但哈利卡尼进入淘汰赛后的表现越来越好 逐渐进入状态的他决赛表现可期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